柯文哲捲入金华城弊案之后 被羁押刚满一个月 检察官动作频频 接连提讯再押被告 但唯独阿贝多次赖皮 8月底柯文哲被移送北检复讯时 针对容积率放宽过程几乎有问必答 但是问到关键的决策过程 却一概回应不知道不记得 甚至还推给前副市长彭震生 其中的转折点很有可能跟销声有关 检察官掌握审信金 透过旗下8间公司 汇款到应小为和男友 掌控的5个公益组织 而且总金额超过4740万 因此怀疑柯文哲从中收贿 阿贝医司不知道该如何辩解 才会拒绝应讯 柯文哲两次拒绝应讯 可能是对其他被告承认犯罪事实的部分 他还不晓得怎么回应 所以拒绝应讯来拖延时间 虽然柯文哲10月1号 已身心状况有疑虑不愿出庭 检察官也决定择日再提讯 对此罚件透露这样的状况 几乎前所未闻 如果本周提讯又被拒绝 恐怕对柯文哲自己相当不利 如果他持续拒绝应讯 检察官是可以拘提他 甚至后来会以他犯后态度不加为理由 来给予比较重的刑责 为了要厘清背后引擎廉政署8号 在约谈10位证人 要把柯文哲不愿正面对决的真相 一一挖掘出来 三连新闻 陈翔 新宜 台北采访报道